好像很多人都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小朋友 你们知道几个吗 891个 在台湾首位科技公司 首期办的外团会上上 八百多月里当时欢喜和期待 因为能到游乐区来企图 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现在在去也要协作 也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一二三 耶 今天我们台数科 用招待我们很多的小朋友 来建湖山玩一日游 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活动 来庆祝我们的上市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公司从小小一家电视台 做到可以上市 那我认为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这个社会给我们太多帮忙 那我们希望今天 很多的小朋友来这里玩 能够学习 将来他们有所成就的时候 也能够用一样的态度来回馈这个社会 台湾首位科技公司 所以基本上暖团要华党 也在中部管制的领栋 南岛管长李明津 副林官副管长长红丁 以及台中市社会教长 如建杰也都来参加华党 所以我们社会科技 持续社会 用自己社会 来照顾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我们非常的感激 善进社会责任 能够在年终的时候 那么以这个方式 也来庆祝他们公司 上市 照顾我们弱势的孩子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一个善的循环 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他们这么这么快乐的这个脸庞 还有他们这么兴奋的心情 我觉得其实最快乐的是我们 是我们这些大人 在中央金引进在年台湾所谓公顺科技公司 在去年十二月 也在国家的协作下顺利上市 当时党领事已经表示 因为在地企业对电风有几分之一 也希望有抛争应有的效果 后悠进加在企业导立公业 在这过程当中也体认到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 社会大众也能够用这样的态度 然后能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来体认到私比受有福这句话 让很多小朋友 可以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 得到很多温暖跟快乐 这几年来台湾所谓公顺科技公司 也曾经这些道理建设 希望为乡亲带来更好的服务 看到这次 会等互助学生朋友 欢迎来生一天 了解金标识 会等为社会好出 是这些真幸福的事情 记者王金心彩虹不得